今天我們還是要把我們關心的重點放在美國 最近跟美國有關的事情特別多 從國際外交軍事乃至於到經濟 金融形勢的這種變化跟美國似乎都有關係 我們可以大膽地講 美國是全球的繁榮資源 也是世界的動盪資源 所以美國任何政策的調整修正 還有它經濟的表現 其實對我們每個人財富都或多或少 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只要你是在金融市場混的 外面哥講這個混的不是說真名鬼混 是說你只要涉及到金融市場 大概都擺脫不了美國的影響 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什麼呢 我們看今天的封面 跟大家看了一個美國很有名的一個 廣告的海報 感覺上不穩定 華爾街已經開始討論 下個月美國總統拜登到國會諮詢的時候 發表演說的時候 可能會提到拜登的稅改 也就是加稅 這個對金融市場影響或多或少 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結果 但一定會衝擊到美國的股市 美國的金融市場 因為拜登要跟你要錢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討討論看看 拜登他的租稅改革計畫 到底可能會對大家或對金融市場造成什麼樣影響 我們看這張圖是國外的媒體 對拜登目前所披露出來的加稅方案 拜登的前任是特朗普 特朗普是共和黨 共和黨一直強調小政府就是盡量尊重個人的財富 尤其特朗普本身就是一個富人 就特朗普來講 他最怕的事情就是繳稅 如果是一般的美國勞工的話 也很怕繳稅 但是對特朗普相較而言的話 因為特朗普每年賺的錢比較多 所以他每年為了怎麼樣少繳一點稅 怎麼樣合法的避稅 怎麼樣隱藏他的收入 怎麼樣避稅都花了很多腦筋 所以對有錢人來講 提到稅 taxi的這個事情的話 都會從心裡頭發生出這種哀嚎 但是對民主黨對一個比較強調 照顧中低階層的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租稅改革 關係到他能不能有足夠的錢 來照顧到他的選民 大家都知道最近拜登有幾個很重大的計畫 第一個就是1.9萬億美元的 新冠疫情的紓困方案 每個禮拜對美國的民眾 每週派發300塊美金 這個案子還有對中小企業的協助 已經有國會通過了 另外一點 就是這兩天披露出來的消息 就是拜登可能在他的第一個任期 四年之內 希望再加碼3萬億美金 投資公共建設 這個事情能不能做得到 那就跟他或者跟美國聯邦政府 有沒有足夠的裁員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拜登的租稅改革其實 總而來講 他希望在未來十年之內 為美國聯邦政府創造4萬億美元的稅收 平均每一年大概是4000億美元 這個4萬億美元怎麼來的 第一個針對企業 把企業的稅率由現在的21%提高到28% 估計可以增加1.3萬億美元 第二件事情就是對有錢人科稅 增稅可以增加9000多億美元 另外一點就是科增資本利得稅 什麼叫資本利得稅 你買股票進行買賣進行套利 這個叫資本利得 也要增加這方面的這種稅付 估計也可以增加4000多億美元 還有零零種種的 這是拜登的想法 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這個圖的右邊顯示得很清楚 對美國的有錢人影響最大 特別是最有錢的1%的美國人 他們平均的稅率會有現在的29.7% 增加到41.7% 對更有錢的千分之一的美國人 就是極端富豪的像巴菲特這種人 他們平均的稅付大概由現在的30.4% 增加到46.7% 大家想想看 特朗普是絕對是屬於 他千分之一的這個有錢人 他的負擔一下子要增加了50% 你看他心痛不痛 心痛不痛 那這個底下呢 他有另外一個統計 對於這個最有錢的1%的人呢 他們每一年的收入會減少17% 簡單的講 拜登的租稅改革就是對富人加稅 你想想看 如果要跟窮人加稅的話 那窮人其實可以挪出來的費用 用來繳稅的財富畢竟比較少 所以對富人按照美國現在財富的分配 前1%的有錢人 幾乎佔了美國財富的46% 當然要對這個佔了美國財富46%的1%的人 進行瞌睡 這就是民主黨 所以美國現在已經有很多保守派 或者像這個共和黨堅定的支持者 一直罵拜登是個白左 白左是中國的網民所發明的 就是形容美國的左派 美國白人裡面的左派 長期以來 左派或者社會主義的這種思想 在美國的歷史中 比較不太容易得到認同跟支持 但是這幾年情況有點不一樣 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 隨著美國整個財富跟所得分配差距的擴大 社會主義的思想或者左派的思想 慢慢慢慢再興起 所以白左代表美國一種新興的勢力 從美國保守主義的這些人士來看的話 拜登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白左 一天到晚 動腦筋 動什麼腦筋呢 動這些有錢人的腦筋 想把手伸到有錢人的口袋裡面 掏出錢來 這個是違背美國傳統歷史的 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可以顯示出來的是 上個世紀1979年以後 經過歷任美國總統 一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後 進行這種稅改 特朗普的稅改是減稅 最底下這條紅色的線 是美國最有錢的一群人 他們賦稅的變化 最上面是美國最窮的一群人 他們賦稅的變化 這個是五分位法 中間這條黃色的線 是美國百分之一最有錢的人 其中是一 二 三 四 五 這五種人裡面 最有錢的這百分之二十的人 他們在稅付方面的負擔 是減的最多的 反而是相對比較窮的人 在這個稅改的過程中都吃了虧 但是從共和黨的人 或者說從美國的保守派 右派他們的角度來看的話 認為尊重個人財產 是人類各種制度演變的基本法則 所以很多國家在立這個憲法的時候 都會強調要保障老百姓的生命權 居住權跟財產權 這個財產是我自己賺來的 所以你們不能碰 這個是從最原始的自然法的理論出發 對於財產 個人財產保護的這種看法 多數的主張新自由主義經濟的 這些美國保守派人士 他們同時也認為 盡量減少政府對於個人財富的 這種干預或者支配的話 其實是有利經濟發展的 像拜登的這種改革 把腦筋動到有錢人頭上 其實對經濟沒有幫助的 因為你要放開對有錢人 或對社會上有能力的人 他們的約束的話 他們可以發揮他們更大的才能 去賺錢 同時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再看這張圖 這是美國的投資機構 對於拜登如果減稅成功的話 它可能對美國股市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是以S&P上市公司 加權指數裡面包含的公司 那麼在拜登第一次任期之內 四年之內 如果不動的話 估計可以賺到 每股可以賺到165美元 但是經過拜登對於企業加稅 提高到28% 以及其他費用的負擔 那麼S&P500每股 所能夠獲取的利潤 將由165塊美元 降到153塊美元 這種情形當然不利於股市的行情 但是也有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這張圖顯示的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歷任美國總統 他們任內的時候 證券市場 漲幅或者跌幅的這種表現 這樣子看起來 紅色的是代表共和黨的總統 藍色是代表民主黨的人擔任總統 紅色的這條虛線呢 是在共和黨人當總統的時候 證券市場每年的平均漲幅 大概就是6%左右 那藍色呢 是共和黨人當美國總統的時候 股市平均的漲幅是每一年接近了10% 那表現最好的呢 包括杜魯門總統 是民主黨的 但他表現好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 因為杜魯門接總統的時候 剛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剛結束的時候 那很多經濟活動或者生產活動 正在正常化 正恢復正常的過程 那當然表現在股市上面 也會比較有好的這種表現 那第二個呢就是艾森豪威爾 就是共和黨的另外一個 大家都知道 這個艾森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個歐洲盟軍總司令 這個著名的軍事將領 他當總統的時候 經濟也弄得不錯 那接下來呢是甘乃迪 接下來是美國的約翰遜 那比較差的是共和黨 尼克森當總統的時候 這個美國股市表現最差 當然也不能怪尼克森 因為尼克森當總統的時候 剛好碰到石油危機 再加上美國陷入越戰的尼澳之中 長期無法自拔 所以國內國外 把尼克森搞得焦頭爛額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當然也不會有好的表現 那接下來是尼克森任期結束以後 都是卡特總統 這個股市也表現得不好 那卡特完了以後是里根總統 里根在的時候呢 面臨的是美國停滯性通膨 一方面經濟成長不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又出現了通貨膨脹 所以那個時候 他任命的保羅沃克 當這個FED的主席 開始大幅的升息 把通貨膨脹給打下來 同時呢 透過減稅 市場股市表現相對還好一點 那接下來是老布希 然後這個克林頓時候 可以算是 美國這幾任總統中表現最好的 在他的任內八年之內 納斯達克的指數呢 成長了80% 美國這一波2000年以後 這種高科技的發展 其實很大的一部分 是在米爾克林頓 當總統的時候奠定下來的 那接下來是小布希 其實表現得也不太好 整體來講 這個民主黨人喜歡加稅 但是呢 感覺上證券市場的表現 比不喜歡加稅 喜歡減稅的共和黨人 似乎還要更好 那是不是可以那樣子講說 拜登上任的話 美國股市表現絕對會比特朗普時候好呢 也很難講 這個每個人對不對 這個當總統的時候 他所處的環境不一樣 有的時候減稅是基於討好選民 但是加稅的時候 有的時候也是釋出無奈 但不管怎麼樣講 就美國跟其他國家比起來的話 它是一個低賦稅的國家 我們看這張圖表現的是 紅色的這一根 是美國這個平均賦稅賦 佔GDP的比重是26% 那整個OECD國家的平均 是高達34% 在美國跟OECD國家的 這個比較過程中 除了韓國墨西哥之外 美國低於大多數的 OECD國家 所以外民哥最近看了一個新聞 就是中國很多富人 喜歡移民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是相對比較尊重個人財產權 所以很多中國的富人 在國內賺了錢以後 就想辦法把錢搬到國外 然後移民到美國 這種有錢人最可惡了 最近網路上 潘石屹等等的 都因為這個事情 備受批評 他們該不該被批評 應該 為什麼 你賺的錢是在中國賺的 你在中國賺的錢 就是取之於 這個社會用之於社會 本來就應該用在中國 你怎麼可以在這邊海撈 想盡了一切的這種優勢跟便宜 還有國家對你的補貼 給你的協助 然後賺飽了 屁股一拍 人就跑了 你在賺錢過程中 也可能對這個社會 造成了一定傷害付出的成本 你都完全不負責任 可以這樣子嗎 當然不可以 這個是外民哥自己的看法 但沒關係 我們回到美國來講 加稅這個事情 對美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敏感的問題 這跟美國建國的歷史 有密切的關係 外民哥跟大家講 1776年 美國獨立戰爭打響了第一槍 美國為什麼要脫離英國獨立 其實就是起於抗稅 就是北美殖民地13州的老百姓 經不起英國中祖國的這種恆征暴戀 他們拒絕跟大英帝國再繳稅了 基於這個出發點才爆發了美國的獨立戰爭 那我當初申請獨立或者爭取獨立 就是不想繳稅 結果獨立以後呢 這個政府呢對不對 科威捐砸稅 如果比以前大英帝國統治的時候 比這個宗祖國角度稅還多 那你想想看美國人心裡頭 怎麼能平衡呢 我們把這個目光回顧到歷史中 從這個18世紀1754年到1773年 這個英國當時 這個為了爭奪海上大權跟這個殖民地戰爭 跟法國人跟這個印第安人 展開了長期的武裝鬥爭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那很明顯的國家的財政就難以復合了 所以1763年的時候對不對 英國政府頒布了一個法律 規定所有殖民地 他們的議會沒有權利 對於任何會增加老百姓負擔的稅收 進行決議 所有殖民地都要根據倫敦的國會 所做的決定 來決定你到底要繳多少稅 這個就影響到很多殖民地 老百姓的這種負擔 接下來呢 英國政府就開始 一步一步地對殖民地的老百姓 增加不同的租稅 比如說1764年 唐法案 什麼叫唐法案 當時規定每一家輪的唐 要增加六仙令的這個稅收關稅 這個就直接影響到殖民地 特別是北美殖民地人的生活 到了1765年之後 英國國會又通過一個 這個印花稅法 這個印花稅法更可惡了 授權殖民政府 可以隨時是需要 對不同的產品科增印花稅 就你要買任何東西的時候 先跟殖民政府去買印花 貼在上面以後 你才可以合法買賣 接下來是1766年 當時的英國財政大學 唐僧提出了一個唐僧法案 這個法案通過以後 開始對殖民地 特別是北美殖民地 展開了一系列的加稅活動 所有的民生必需品 在唐僧法案之下 為了補貼英國政府的財政虧空 都大幅徵稅 這個結果當然就引起了 很多殖民地的這種抗爭 英國政府絕對不會示弱 所以同年又通過了一個法案 要求或者強制規定 殖民地的政府 從此沒有任何的自治權跟立法權 所有的財政 都有在倫敦的大英帝國的國會 來決定 你想想看 對於北美殖民地的影響 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唐僧法案通過以後 1770年 在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城市 麻塞駐塞州的波斯頓 就發生了波斯頓屠殺事件 什麼叫波斯頓屠殺事件 就是當時波斯頓的老百姓為了抗稅 就跟當地的稅務官員發生了衝突 英國政府的做法就是直接派兵鎮壓 鎮壓的過程中就造成人員或者老百姓的傷亡 這個事情就引起了北美老百姓的這種憤慨 在這種情況之下 開始出現了地下武裝組織 這個地下武裝組織中最有名的就是 就是所謂自由之子 這個革命組織 開始有規模成體系的 跟英國人展開了各種武裝的這種抗暴活動 最嚴重的就是1773年的查稅法案通過以後 當年12月份的時候 就發生了波斯頓盜查查黨事件 上面這個圖是1770年 波斯頓大屠殺的這個圖案 你可以看到這個穿紅衣服的英國士兵 對於老百姓開箱鎮壓的這個情景 那這個波斯頓查黨事件以後 英國國會又通過了一個禁制法令 就是對於殖民地中的任何抗議 或者不合作的這種行為展開了強力的鎮壓 當年北美殖民地的這些13個州的老百姓就選出了代表 在波斯頓召開大陸歸議 希望跟英國人協商 但是英國人的立場非常的堅定 不做任何的退讓 這個結果大家談不下去了 最後就爆發了1776年的獨立戰爭 我們看這張圖 這張圖顯示出來的就是1773年的自由之子 在晚上的時候潛入到東印度公司的船上 假扮印第安人 把這個船上面的9萬磅的茶葉倒到海裡頭 你既然要磕睡 那我們乾脆不喝 或者拒絕這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在北美來銷售 用這種方式來抵制英國政府 這個小圖所顯示的就是所謂自由之子 它這個革命組織進行武裝鬥爭的這種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美國現在叫新條旗 就是紅白紅白的那個條文 這個條文的來源就是 當時的革命組織自由之子的旗子 所演變而來的 我們再看下張圖 這張圖顯示出來了 就是美國一直有一種抗稅的傳統 大家可能知道在金融海嘯之前 美國曾經出現過一個組織叫做查黨 查黨的目的其實基本上就是 就是主張小政府 TEA TEA是T 就是查的意思 但是也可以做不同的減稅 就是text enough already 就是夠了 不要再征稅了 你就知道磕稅這個事情 但美國來講它的敏感度有多高 我們看這張圖是從2000年 一直到2020年 美國聯邦政府稅收的這個變化 在這個小布希當總統的時候 出現過這個衰退 可能是受到911事件的影響 接下來就是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也經過為期大概4年的這種收入衰退的情況 那最近的一次就是2020年 新冠疫情爆發以後 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也出現了這種衰退的這種現象 也間接造成了特朗普下台一鞠躬 那拜登加稅 他是會增加聯邦政府的收入 可以讓他有能力照顧更多的老百姓 還是會衝擊到金融市場 影響到經濟 其實可以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 美國聯邦政府收入佔整個GDP的比重 最高的時候大概就接近了20% 那多數的情況之下 都在17%到18%之間排回 拜登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徵稅 把稅付佔GDP的比重提高到正常的20% 來解決聯邦政府長期赤字虧損的原因 我們再看這張圖 這張圖顯示出來的是 美國聯邦政府跟OECD國家之間 他們稅收結構的這種變化 美國的主要的稅收 40.7%是個人所得稅 但OECD國家是23.9%是屬於個人所得稅 你可以看得出來在美國個人來講 他的賦稅相對是比較重的 最大的差異是美國的企業 在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只有4.4% OECD國家是9.5% 在美國開公司 確實是比較得到政府的幫助 另外一點就是消費稅 美國聯邦政府中有17.6%的稅收 是來自消費稅 但是OECD國家平均是32.1% 你可以看出這個稅市結構 其實美國的稅收或者相關的法令 都是對於企業 對於有錢人相對比較有幫助的 有錢人比較會發錢 但是他相對所要負擔的消費稅 比OECD國家都來得低 這張圖顯示的是美國聯邦政府稅收結構的變化 個人所得稅 企業稅 還有這個所謂個人基於社會福利安全 所付出的這個收入跟所得 紅色的這部分是所謂消費稅 大致上你可以看出來 一般美國個人相對於他為了保障他個人生活 特別是社會保險這一塊 都是處於自己要負擔的情況 政府很難在這個稅制還有收入的情況之下 給老百姓一種普遍公平性的照顧 這個就是拜登上台以後 他積極希望改變的一種現狀 這就是強調社會主義照顧一般老百姓的人 或者政黨或者政治人物 他們的基本主張 但有一個問題在了 在美國的歷史中只要是加稅的總統 基本上很難連任 老布希在1988年選總統的時候 曾經保證不加稅 但是在1992年他要競選連任之前 卻加稅 結果造成了他連任失敗 另外科林頓時代 當了八年的總統 是美國進來經濟最好的時代 但是也因為科林頓推動加稅 造成聯邦政府關門事件 所以拜登他要推動加稅 能不能抵擋得住來自國會 還有美國民間的壓力 甚至於會不會造成 對美國經濟跟金融市場的衝擊 這些可能都是做一個投資人 關心全球金融市場變化 還有個人財富還有投資理財 必須關切的議題 今天萬米哥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